你平时唱歌的时候 真的是会有这种鸡嗓子出来吗 就很尖吗 因为我唱高音比较多 哦 有多高 那你会什么唱歌 你觉得比较 比较尖的有没有 青藏高原 来 可以 哎呀 就等这一首了 等好久 来 中间请 中间请 再高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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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起一个 哎 他要成绩 他要成绩 张妍起 哇 脾气好大啊 刚才那个声是对的 不用唱了 张妍起 那个对地儿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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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走 不唱了 那个 没事了哈 哎呀 拒绝参与 这次真的 真的破防了 我们破防了 别怕 我在这个台上 不知道唱破多少次 我告诉你 来 你只是在这个台上唱破吗 是的 其他台真的还没怎么破 是的 其他台真的还没怎么破 没有啊 你演唱会也有唱破啊 我破防了 你破防了 哈哈哈哈 我破防了 小小年纪接我老底 哈哈哈哈 你是一个超过你极限的那种高呢 没事 对 极限 极限 好 可以啊 可以哦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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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 好 接下来薛之谦 薛之谦来 接下来薛老师 来 准备听鸡嗓子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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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谁的 语 等一下 有毛病啊 这是女生的K啊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哈哈 我也讲一个 对 你也破防了 给你也来一个 哎呀 来来来 这个一个 哎呀 哎呀 因为刚才我听到大家讲这些破防的故事 我在想 我自己有什么破坊的故事 我就觉得我自己 有破坊的故事 但是最后我还是 你讲的破坊房了 破坊那个破坊 我到天津去 我带着很多的北京的媒体 要到天津采访相声小局长 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但是基本上都是老人 我进去了以后 他们最后我说 欢迎江坤上来讲一段 我上去了以后 我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我说诸位叔叔大爷你们好 你们都是取义迷 我刚讲到这儿 底下一个老人家喊 别讲话 说相声 一点面子不给吗 我说我不是讲话 我来给大家来说一段 我自己在天津的感受 我刚说的这儿 底下又喊了 别说信的 说老的 因为他这个小局长 是专门要听传统相声的 这个意思明白了 就是天津这个地方 有一个不成分的规定 我们相声演员如果到这儿来 必须要经过天津观众的考验 天津观众不承认你 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相声演员 然后又有人在喊 猜担子会吗 那个就讲地理图 灌口 都是灌口 老段子 我想坏了 我遇见了一个最大的事情 他这句话可戳到了我的痛点 我那是马基老师的徒弟 马基老师是侯宝林的徒弟 我们这一派呢 基本上是讲心相声 基本上没讲过灌口 明白了 那我一下子脑袋就大了 那怎么办 我说得 我今天要栽这儿了 那啥就 我稍微冷静了一下 我说的 这么着吧 几位叔叔 大爷 阿姨 我说的 我呀 没演过您说的这些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会 我说一段 八善评当中比较难的 一个浑人 就是讲项羽的那个故事 我给你们讲一遍 当时呢 我的那个心呢 就是有点肾上腺素不足 胃部也带痙磷 闯不上气了 那种呢 然后我就非常 这怎么说 害怕哆哆嗦嗦的 我就想 哎呀 江坤 你一定要记住 你千万不能大杯 你千万不能 你能记住吗 你已经十几年没说了 我当时沉了这些 在想当初 楚国霸王项羽 暮升重统 重统就是两个同人 仗下八千子弟 公务不娶 战无不胜之 奸因 在鸿门宴 以刘邦复会之时 相伯相庄 八剑闯入鸿门宴 在席前无剑 多亏 大将凡快 暴走刘邦 从此告知 张良反韩信 韩信登台白帅 民修探造 暗度成章 志气三宽 九里山 识别埋伏 困住了霸王 霸王实际大败 剑前有乌江拦路 后有韩信追兵赶到 抬头望 将终于之打鱼小舟 霸王点头换着 约瑜伽 将功度过案情 由博音相赠 瑜伽言告 你的人高马大 枪声 读人难度枪 马度枪 马难以读人 霸王约就有可能 先将功枪马度过案情 再度无价不实 瑜伽文青 顺州考案 枪之大的传射 马皮挖之周中 一高尘开 约数十道 瑜伽公手言道 向你听真 我并非打鱼之人 韩元帅 帐侠大将 今日挺元帅之命 前来盗你枪马 看你身为元帅者 无尽无马孤独一人 定将落于 韩元帅之手 霸王文凭 顿足垂胸 回当初不听 雅夫泛增之言 今日果有此败 乌有何面目去见 江东父老 看来不来 魂 闲 闲 一旦故事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老大爷 刚要起来要鼓掌 被另一个老大给摁住了 为啥摁住了 别鼓掌 杨棍 知道你们不言这个 你看看 他说知道我们不言这个 不义的 就位考考你 行 国管了 呱唧呱唧 大家一起玩 你看看 第二天 天津的小报上写着 江坤天津考试过关 对吧 哇 有杀人 我就想 当时要是破防了 当时我就彻底完了 当时自己稍微震了一下 尽管肾上腺素不足 我还是盯下来了 但有实力就不怕被破防 对吧 大家都要努力加油 随时随地接受 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考验 对 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机 火星特工都爱吃的 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无惧火星挑战 妈妈特工特安心的999小儿感冒药 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 暴梗金居多 提案全通过的洗灵门行业赞助播出 妙压相机 9块9实现写真自由 本节目由妙压相机特别支持 其实啊除了生气和委屈的这些破防 还有很多的泪点破防 是的 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感动 莫名其妙咱们就泪崩了 各位特工 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这种瞬间啊 我其实以前20岁的时候是那种文艺女青年 就是很作 会突然对什么流浪的云朵呀 路边的野花呀 擦肩的车流人流 擦肩的车吗那有点危险啊 擦肩的车流 擦肩的车流确实很危险 就会突然产生共情 共情 有一次呢我出去玩 我就看到两棵树 一棵槐树一棵银杏树 知道那个景区的树呢 它上面会写它们的年龄 然后呢我当时就流泪了 回来我就发了条微博 我说出门看到两棵树 一棵是银杏树 一棵是槐树 一棵250岁 一棵350岁 然后槐树不在的那一个世纪 就是银杏的百年孤独 明明是那棵树在那边长了两百多年 然后阳光呀土壤肥料都很充沛 突然来一棵跟她分享了一百多年 难受的要死 大宝贝上这种 但是并没有效的时候就可以 OK的完整 是不是要计个分啊 我是那种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人 就是有一个点我一直都过不起 我每次看都会哭 就那个江洋小精灵 长得像杨迪 闭嘴 还是挺像的 长相像我身高像玩哥 穿搭也很像 我就是因为他在海滩上 最后是为了救哈利波特的朋友 然后在海滩上死去那一段 我每次看这段我就想起来 就是他这辈子都过得挺不容易的 家人小精灵就一直 他们的魔法都是被限制的嘛 而且他们一直在不同的家庭里给人打工 然后他们也没有工钱 然后到后来 多比是唯一一个获得自由的小精灵嘛 然后他又很孤独 因为他想帮助其他所有的小精灵获得自由 但是大家都不理他 哎呦 最后他在海滩上死那一段 他说多比很幸福 因为多比在漂亮的海滩上 和他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 然后就是每次 每次都比很幸福 谢谢你 治好了治好了 不会了 小鹿刚才说到那个电影 我也想到我有一个电影 我也会破防 就是这个电影是我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叫泰坦妮可 好 中文章 中文章 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很好 很好 没问题 他下手都很轻 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哭 然后就哭不哭 然后终于 等到十几次了以后 他终于忍不住问我 说 诶 我说 我鬼知道 鬼知道说什么 对啊 哈哈哈哈 那你猜一个嘛 你猜一个 我猜 为何你哭 哈哈哈哈 那我说什么 他说 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海洋之星 太珍贵了 丢掉点可惜 白瞎了 对 咱们要不然下次买一个 差不多的你待着我 哎呦 真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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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刚刚那句话 我猜得出来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刚才听到那 莫名其妙 不是电影吗什么的 但是我跟你讲 看演唱会也会很破防 会 会 会会会会会会 因为我在零几年的时候 看过一次张辉妹的演唱会 然后张辉妹那个开场 就有她的声音 就人没出来 她的声音是 她的声音是 你在吗 啊 啊 啊 哎 我在呢 哈哈哈哈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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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又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今年张辉妹又来开演唱会了 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 她的开场还是 你在吗 哇 然后我当时那课就绷不住了 因为十几年过去了 然后我还在这儿 然后拿着那个凌光帽 站起来说 我在 不是 喂喂 人家没问你 没问你 人家问乐队在不在 说快开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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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乐 就是说那个意思 你闭嘴 你看你误会了想听过了你 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中文字幕——YK